音樂 兒子的角色,你覺得你們家庭的關係 厲害了,兒子是我們的老闆 97年出生到現在也是老闆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集結了我們兩個優點的大成 他既有童真的一面,又有思考的一面 我們兩個都缺乏的東西,或者我們兩個想不通的他想通 反而是這樣 可能他是成熟,其實我從小都培養,我希望他是一個懂得思考的人 因為我經常都說,爸爸教不了你什麼,也都留不了什麼給你 就算我留錢給你,你會花光的 所以你一定要學懂自己去思考 即是你從小訓練去獨立的? 是的,獨立思考 但你真的很疼愛他 你為了他,很多年都不去北上發展,這是很大的原因 是的,因為我覺得小朋友長大了就沒有了 我經常都說,那個階段你不是可以追得回 因為他成長,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關係 即是幾大塊錢放在你面前,你都不心動過 最重要是沒有試過,那些錢不是很大塊 有些錢放在你面前,但那些錢不是很大塊 都不小,是吧 即是如果那塊放在你面前,我可以做完之後不做 一輩子都不做 但那塊錢相比在TVB那塊錢,真的差很遠 是的,會大一點,但正如我所說 因為錢你可以再賺,錢真的賺不完 但是,小朋友長大了就長大了 他就不要你了 他五歲抱著你,十歲抱著你 十五歲抱著你,二十歲不抱著你 你不是趁那個階段跟他建立了那個關係 所以現在我都... 我看你拖著出街 OK的,現在還可以抱著他 所以很難的,你想一想 二十一歲還抱著你,跟你癡身癡細 不會的了 所以我都是因為我之前那個付出 因為我之前建立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都證實了 其實很多父母... 你幾次都買不回來的時候 沒錯,很多父母經常都說 為了家庭出去努力 其實大家要想一層 如果我真的為了家庭 其實我真的要相當地分配一些時間 去對著自己的子女 去建立那個關係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黎耀祥 想聽足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